松散的土堆不能抵倒不枪子弹,拍石的土堆至少要200-300毫米才足以抵挡,如有可能,江花岩几时得到的泥土, 因装入沙袋中或空弹要将或空油桶中,沙袋能抵御各种火力,吸满水的沙袋,能大大提高抗穿透能力,50米外射来的5056毫米和7.62毫米普通弹,独打不穿一层沙袋和装满水55加轮油桶,200米外射来的7.62毫米普通弹和穿甲弹,独打不穿两层沙袋, 200米距离上射来的12.7毫米子弹能打穿半米厚的沙袋,但无法击穿前沙的55加轮油桶,但连续集中的机枪火力,可以击穿任何沙袋火箭头和机关炮,很容易贯穿一米厚的沙袋, 10米外爆炸的轻型排击炮高爆弹的破片无法穿透高层沙袋,而10米外爆炸的大口径炮弹弹片,至少要半米厚的沙袋才能帮住, 双人坑的好处是可以轮巴休息和警戒,如果其中一人受伤另一人还可控制阵地,不致使防线出现空气,还能在第一时间救助伤者,还能相互鼓励士气,又出现过两个单人阵地,相隔一米共用一堵胸墙的例子, 雄强应对着敌人来攻的正前方,士兵以45度角,进行射击,而不是正面对着敌人,这样不受敌人正面火力攻击尾庄网直接扑放在地面覆盖下面攻势, 如果伪装网可以与父亲的环境相容很难从空中发现,航空照片上新进搬动,过的泥土和沙石十温柔,已被辨别出来依依它们成较为明亮的白色, 而没有搬动过或是很久前发动过的泥土则成较为暗淡的灰色,在这种情况下,使用伪装网覆盖工事的新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, 现在伪装网也具备防洪外攻呢,不盖伪装网的散兵坑热成像,于是无法发现的散兵坑不能太大,太大无法抵御危险的弹片和爆炸的冲击, 泰小士兵很难蹲坐,在这种阵地内抵抗坦克的碾压,想保护人员不被坦克碾压,阵地的开口,因不大于0.75米,底部宽度0.60米,深度约1.10米, 散兵坑底部要挖一或两条沟,站立的地方修成坡度向沟倾斜,如果有手榴弹抛进来,自然滚落或将其踢入到沟内,可以接收大部分的冲击波弧弹片,没有这条沟,你就要在敌人面前跳出攻势了,前提是足够时间你爬出去,另外没有这条沟,下场小雨你也要站在水里打仗, 论这种散兵坑是用来睡觉的,可在行军休息,只有效仿制敌军号或袭击,更详细散兵坑挖掘技巧之时,看这篇文章步兵散兵坑挖掘技巧,步兵必须的散场保命之事。